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 苹果公司如果在中国生产高端台式电脑Mac Pro的零部件 将不会得到美国关税的豁免权 特朗普当天还说希望苹果能够在美国建立新工厂 今年6月华尔街预报报道称 苹果计划将台式电脑Mac Pro的生产线迁至中国 出于成本考虑苹果公司近期向美国政府申请 豁免该产品零部件25%的关税 对此特朗普并不买账 7月26号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直接拒绝苹果的请求 并直言苹果在中国生产Mac Pro的零部件 不会得到关税豁免减免 只要在美国制造就不会有关税 据路透社报道 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通过媒体再一次呼吁苹果公司 应留在美国本土生产产品 并表示相信这家科技巨头将宣布在德克萨斯州建设新工厂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期披露文件显示 苹果此次要求免除25%进口关税的零部件 包括电路板 整装的鼠标和触控板等 有知情人士透露 苹果本有意选在上海的工厂制造Mac Pro相关零部件 因为苹果在亚洲的多家供应商离上海很近 能够节省运输成本 自2016年总统选举以来 特朗普一直向苹果施压 要求其在美国生产苹果手机 电脑或平板电脑等产品 去年以来 随着美国政府威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特朗普多次表示 确保苹果商品不涨价的唯一方式是在美国生产 Either Harp Q 感谢观看